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本节目由专注肠道健康十五年的香丹青特约赞助播出 平凡世界 非凡人生 朋友们好 您正在收看的是云南卫视的大型励志分享栏目 了不起的你 我们的节目是由香丹青科研胶囊特约赞助播出的 在这里感谢香丹青科研胶囊对于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当然我们还是要欢迎我们五位超级观察团的老师 欢迎大家 指点头思思是吧 思思数学学得好吗 根本不行 谁的数学学得还行 这还有 你看 我们俩同学他也知道 数学学得特好 当年特好谈不上嘛 反正人家也给我起一名叫学霸 学霸 哦 学霸 行吧 那个数学行吗 我对数字特别敏感 敏感啊 对 因为原来啊 咱都没有手机的 都是避避避避 考一个考一个 就我说跟数字有关的问题 你三秒钟答出来好吗 没问题 接着来啊 准备 现场在这台上一共有几个人 六个 这六个人一共有多少双手 十二个 你叫什么 赵克 多少画 赵克有多少画 赶紧数啊 十五 十六 十六 哪儿出来十五 数一数 十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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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数完了 数完了 十六 再说一个啊 注意听题 一加一等于级 二 二加二等于级 四 四加四等于级 八 八加八等于级 十六 张大理是几画 三 三十二 有点懵吧 这跟数学 当然有关系了 有关系吗 一个字到底有多少画 数字吗 有关系吗 赵轩老师刚才说 让我三秒是吧 三秒三秒 三秒 就刚才说张大理老师 对 三秒 十六 三秒的根本不可能 不可能啊 三秒不可能 有人可以做到 就随便给他一个汉字 马上他就告诉你多少画 三秒 不可能 不可能 你们应该知道 来这节目的人 无所不能 下面问王老师一问题 知道为什么发给你一本 新华字典吗 新华字典 要现代汉语字典 让我重新随习一下 其实这就是为了 今天做节目演解 一会儿你们要从这里面 去翻一些字出来 要不然你都不知道 怎么出题 对不对 我刚才不是说了吗 有人能够做到 你说出一个汉字来 他马上告诉你笔画 这个马上的概念是三秒 反正那个 我就请他来 好不好 然后你们来测试他 好不好 来 有请张老师 张锡文张老师 有请 张锡文你好 张老师好 老师们你好 张锡文66岁 山东安邱人 好青云居士 年过花甲 却有着常人无法比拟的 超强大脑 第一项绝技 汉字笔画一口轻 随意给出任意汉字 三秒内便可说出字的笔画书 第二项绝技 数字加法一口准 数字加法一口准 其数字加法计算速度 甚至超过了人的读写速度 第三项绝技 双手同书 右手写正字 左手写反字 独创九九鸳鸯兽 获多项国家专利 张老师今年五十几 那太好了 我是六十六了 六十六了 是的 来吧咱们第一轮吧 来 各位都有题版对吧 都有 你们写 先写一个字 然后一翻过来 老师一看完 三秒钟之内就说出来 你们试试 好 最好你们写的时候 自己先把笔画算好 你们得干不利索脆的 跟观众朋友说 张老师答对还是没答对 咱现在从一个汉字开始 没关系 咱从简单的开始 那可有新华字典呢 没问题 三秒啊 我比新华字典 还有厉害 那您是光知道笔画 还是也能认识啊 那认识不一定 但是画是一下能说的 对对对 行行行行 一个一个不是 十 等等 那个我已经看了十 顶是吧 十 十二花是吗 是 我这个啊 大阳老师来 十七 对吗 应该十六啊 十七 你数一下西藏的藏 多音字 藏东一藏 不着急呢 大理老师这还没完呢 十七 十七 哎呀 思思老师来 二十 对吗 哦 他写了答案了 厉害厉害 谢谢思思老师 来 十二 对吗 那个 拿着四点 那个 十 对吗 好 一个字我听你算过 一般就是十几个字 哦 这这这这没难度是吧 没半点难度都没有 我来给他增加难度 哦 怎么做 写成语四个字的 咱上难度 好好好 我不写成语四个字的行不行 也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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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咱就来四个字的 好 来 普通的说话的都行是吧 你就写四个字 四个字 写四个字 啊 你看 大理老师 你看你看人家 新华字典管用了 那边是字数 然后你们把那字数都统计好 好不好 来我们好了那个 先看大理老师的啊 来 一二三 请亮 四十 美丽丝 别着急 是四十话吗 大理老师 张大理老师 错不了 因为我从来不会错的 美字多少话 美个字 美 美丽的美 九 六 七 十二 十二 现在四个字 对吗 四十 哎呀那我这个出的 厉害 来 出的虫了 三 三二一 请亮提板 三十五 三十五 哇哦厉害 来 请亮提板 看不清 我的天呐 四十八 对吗 他还没熟呢 我这是拿着字典写的 对了真对了 四十八画对吗 来 我的天呐 六十六 对吗 我还没算呢 我的天呐 你们应该算吧 就是鬼妹那一套 你全来了是吧 你把那个鬼 四九三十六 刚算那个鬼上面 那一点点叫起来就对了 再叫好那个四个鬼是三十六 那四个是五十四个 对对对对对 哎呀您这是有方法的呀 您是被 您是被果偏旁不守吧 偶尔也有点方法 来 请亮 诗情画意 四十 对吗 对 对 刚才说鬼的时候 看来是被果偏旁不守对吧 对 四十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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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对了 你那个呢 给自己挖了个大坑 没错 我这没错 四十八 没错 没错 不是这这怎么做到呀 接下来咱们这样 你这一句话是四十六话 这怎么做到的 哎 这样 你们写一句话 然后把它算好再亮出来 任意单字和四字词语 张锡文老师都能轻松应对 准确无误的快速说出笔画数 那接下来主持人将放出大招 要求每个观察员随意说出一句话 每句话给张锡文老师三秒钟辨认时间 全部看完后 说出所有汉字笔画的总和 五个观察员进百字的汉字笔画数 他还能一口说出吗 终极考验马上开始 好的 大家注意啊 来 准备三二一 大李老师 一二三 走 你那个是错了 你那个 我今天按照 按照表准是算的 是吧 你按照表准是算 行 一个 来 一个 可以了吗 好 好 好 来 来 走 走 走 三六五 多少 三六五 三百六十五是吗 一年 我太累了 等等 您回来 这个三百六十五 咱们五位老师都不知道呢 天哪 个人报个人的笔画数 大理老师 对 应该是一百 一百 我这是九十画 一百九 六十五 二百五十五 对吧 好像是五十四 三百零九 来 五十六 五十六不对啊 三百零九加五十六 不是三百六十五吗 对 三百零九 厉害 厉害了 厉害了 我都不好意思再考了 这就是超高难度了 还怎么考呀 对啊 而且我这个写的根本就不是一句话 不是成语 就是哪都不挨哪 对对对 张锡文老师的汉字笔画一口轻绝技 让在场所有人彻底折服 那古老而博大精深的汉字里 到底隐藏着哪些规律和秘密呢 张锡文又是如何发掘自己与众不同的禀赋的呢 赵主 您现在应该是在家里移养天年了吧 退休了吧 退休多年了 您过去做什么的呀 我干过十四年的老师 教什么呢 语文 数学 政治 语文 数学 政治 对 教了十四年 十四年 那应该是在农村了对吧 对 要不然不能这么跨科教啊 对对对对 这个咱们给张老师先鼓个掌 这很厉害 乡村老师特别辛苦 后来呢 后来被乡村当委 看中了 看中了 干嘛去了 先干秘书 再干当委委员 副村长 副书记 以后又到了生计局 干了四年副局长 哇 最基层的干部 来 再鼓一次长 不得了 不得了 您的重要领导岗位啊 那不是 那当然是 不不 这个审计是吧 对对对 那这也是跟数字打交道 对对对 这个刚才我们这个笔画 这个您是 您是怎么练成的呀 就就一下就练出来了 这个笔画嘛 说起来 这个笔画 没汉字的笔画 也有一部分的规律 譬如说 刚才那个赤美王良 那个鬼 四个字都是鬼 你只要知道一个鬼就行了 四九三十六嘛 对吧 你简单地把那个鬼上面的那个王 那个量 计算一下就可以了 这个 这个阻值 那都是三方嘛 这个一看一个阻值 上面一个大 那个大小这些简单的 都是三方嘛 一个大一个阻值 这不就是两个三 不就是六嘛 它也有一定的规律 您这个找规律是跟偏旁找规律 是吧 输了吧 那有些 有些字就是有好多 两个字都成一个字 是吧 这个先记得分 把一个字分解成 两个或者四个 包括偏旁 这就简单了 那就不用输 有好多不会写的 但是你不会写 但是知道它有多少话 但是我一看我就知道多少笔画 哦 拆字能力很强 他把它拆了 是这意思吗 对对 好 明白了 习惯了 那就是一说就知道了 一说就算出来了 这个笔画的方向 还有个故事里头 什么故事 我讲一讲 讲 就这个笔画一口清 还有一个故事 是在96年的正月初六 我的一个乡镇 干副镇长 正月初六当委 上班 没事 第一天上班 没事 大家坐在一起闲聊 我们一个同行 同事 她说了这么一个故事 东北有一个女将士 大学的 能够说出一个字的笔画 说一个字 她就知道笔画 说一个字 她就知道笔画 在中央电视台表演出了 这一般人觉得 你还挺厉害啊 一个字也挺厉害 对啊 但是我一听呢 哎呀 一个字 一百个字 我能给她翻出来 我当时一听了 我一时有点激动 二时 还有点啥呢 就是说说一个字的笔画来能上中央台 我说这么多的我还没有机会出来 我随口把我那个同事回了她三句话 第一句 我先用我们的图画来说一下怎么会的哈 您说慢点 这么点小时还值得上电视吗 谁不会啊 这么点小时还值得上电视吗 谁不会啊 你也摸摸摸 三个字 二十话 你给我说说 你也填丝丝 三个字 二十话 叔叔 填丝丝 他是二十九 他不是二十九 是是是 举的例子 然后 那个就是这么三句话 我说这么点小时还值得上电视吗 谁不会啊 我因为大家都会 起初张锡文并不觉得自己对汉字笔画的敏感有何特别 他以为人人都和他一样 直到这一次意外的被发掘 他才意识到自己这方面的天赋 而这一次的意外发现也被迅速传扬开来 媒体也开始镜像报道 我特好奇地问你一句 您当时听到这个怎么就知道自己就能数出这笔画了 实惯 我也没够明白 对我也很奇怪这件事 就是说我们听这件事 你看这个故事的逻辑是这样的 我说我在电视上看到了一个叫田思思的女教师 我只要说出一个字 她就能说出笔画来 对吧 对 我们正常的反应是说挺厉害的 就是 但是您的反应是说这个也值得上电视我也行 就是 那你靠什么呢 你过去没有训练过吗 有的时候在街上读着 哎呀 我就看 哎呀 连了一行字 回着一个门头写的几个字 一看 哎呀 就喜欢去数一下 哦 有些特殊不好写的字 刚就像刚才那个那位老师写的那个 千金顶的顶 一般人他输错了 对不对 对 但是我就在这些比较难的这些字上下了下功夫 哦 我再举个例子 就说是个 我们说是那个肺 肺 狼心勾肺那个肺 哦 一般人 多数人认为它是九话 实际它是八话 哎 对对对 是田老师说对了 一条下来 只要是要A运的 都是四话那个是 是 像个是 是长得是 但是我们说的那个是 是的那个是 那就是五话了 嗯 一般人也把就 这就 我不明白了 哦 我听明白了 就是实际上面 张老师在过去的日常生活当中 也有这个数笔画的一些习惯 并不是凭空而来的 后来发现了这个技能之后 刻意地去训练和开发了一下 哎 对对对 那个你还有其他两项绝活 加在一起的 有三项绝活 对对对对对 我方便问一下 那两项是什么绝活吗 它有一项 这个数字加法 一口准 张锡文老师的汉字拆解计算笔画 已经让人嘖嘖称奇 那接下来的数字加法 一口准又是怎样的 张锡文老师又会有怎样 让人意想不到的表现呢 咱们这样吧 咱们试试呗 我觉得也是慢慢的 咱们慢慢的这个进入难度好不好 也是热身嘛 让观众热一下身 这个听起来就挺神的了 已经啊 来来来 咱们这样啊 这个每个人写两位数 写两组 就写两个数对吧 行行行 然后让老师加一下 加团是多少 来准备啊 写好你们就开始 好了 冻好了是吧 那我过来 来 同时啊 来 大家都写好了啊 请亮700 704 704 你们自己算一下 704 厉害厉害 哇 好 咱们接下来再上难度吧 来 接下来咱们增加难度啊 这个我觉得不算难 下面倒是考你们了 一个一个上去 我们这儿有个大黑板 每人写八组两位数 好不好 五八就四十呗 相当于四十个数 那您就别看了 大约老师上去写 咱们每位老师写完了就回来 写完了就回来 好不好 好 来 有请 张锡文老师准确无误的 快速算出十组数字相加的答案 接下来 主持人直接将数字 提升到四十组两位数 每个观察员要写出八组数字 并计算出四十组数字相加的最终答案 张锡文老师的速算结果 会和标准答案一致吗 考验马上开始 来 电视机前的观察员 我们的四位观察员老师和我们的工作人员 大家费了半天劲 终于把这个数给合出来了 你们俩数一样了吧 对 没错 我们四个都一样 四个数都一样 那现在这个就属于标准数了 我公布给大家 大家看一下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 黑板上面的这些数列 加全之后的数应该是这个数 张老师能不能快速地把它算出来呢 张老师 请转身 您可以算了 你说开始我得转身吧 好吗 开始 141 2141 你再说一遍多少 2141 你把它写在黑板上去 我赶紧你把这叉一哈 啥意思啊 100分啊 喜欢动作 因为我从来不会操作 来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 其实你们知道答案 我们再重复一下 2141 我没改这个答案 对不对 厉害啊 不是 您刚才在那念叨什么呢 没念叨 什么 你模仿很像 然后他说 141 然后再加 2141 好 是不是 是这样算了吧 对对对对 您跟我们说怎么算呢 没有规律的对吧 为什么先报141呢 书都签了以后 把我们都弄了它就行了 把那两千 对吧 这样 两千 三下几个数不就是141了吗 零数吗 这个 接下来我们再干一件事就很有意思了 对 向上演员的嘴快 对吧 对 我们把这些四位数对吧 嗯 写多少可以 对说十个了 十个以上 听我的啊 我们写完这个数之后 我们掐一下描表 老师算 你不能看啊 你不能看 就赵鹤 赵鹤现在是回避的 你得是回避的 你不看 咱们公平期间你不看 老师转身算完之后 我们计时是这段时间 对 然后你也是同步一转身 你来读这些数 还是读数 我们给你计个时间 这公平 看哪个时间短 不就行了吗 对 行 张锡文老师准确无误地快速计算出 四十组两位数相加的答案 接下来考验继续升级 张大力老师将随即写出 十二组四位数 并计算出正确的相加结果 然后张锡文老师的计算速度 将比拼相声演员赵克的读数字速度 到底比赛结果会如何呢 心跳时刻即将开始 算好了吗 你们算好了吗 你们俩合过了吗 都合过了 我们三个都合过了 好了 现在已经有标准答案了 来 给我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 是这个数是吧 对 我得在这里做后准比 是这个数是吧 好了 来 那个比赛为了公平期间 因为这个手掐秒表 来 这个难免有失误 所以我们用三个观察员 我说开始你们同时 来 老师那说结束了 他说好 你们就停表 好 黑板大概在您 在我这个胳膊肘 就这个位置上 看得清楚吗 差不多 您准备好了吗 我准备好了 3 2 1 开始 停 先说时间 12秒69 13秒48 12秒69 12秒80 110米蓝的 咱们这样 12秒80 咱们取一个大概公约数 就算 12秒 你算到13吧 我觉得 就13秒吧 老师行不行 反正微秒13秒 您的答案是多少 75 2 2 2 8 答案是 75 2 2 8 75 2 2 8 75 2 2 8 13秒 算了四位的加法 是12的数 对吧 对对对 然后我们在这个过程里面 最短地记到了 12秒四几 对吧 六几 12秒六几 你是12秒八几 那是13秒 13秒48 13秒48 所以我们综合一个数 给到您13秒 好 您觉得可以吗 可以 这可难了啊 行吗你 我的脸 来来来 看向上演员的嘴快 还是张老师的算法快 你最后得说好啊 要不我们不停 好 他就不用磨 或者他数声音 他可以 他大声 他可以 对对对 准备好了吗兄弟 来 你们别作弊啊 也是要掐秒表的 准备好了吗 好 3 2 1 开始 3 764 5943 3399 7268 8397 8397 8337 8579 3721 8357 5739 3327 停 好 你不说好 12秒26 13秒15 好 差不多 可以了 行吧 他读得很快 我从来没找到一个度快 度跟他这 不是 您是世界第一 我就得是世界第二了 您是没找一个 大家都是第一 您是没找一个 说笑 对 张锡文老师 速算的速度 几乎可以比拼读数字的速度 这着实让在场所有人惊叹不疑 那张锡文是如何做到的 数字之间 又隐藏着怎样的规律呢 了不起的你继续为您讲述 这个故事的发现呢 是1970年 1970年 我17岁 19岁 高中毕业以后回家 干了生产队的副队长 您这一辈子可都当的是副职啊 对 我的天哪 然后呢 当时公社派人 到我们生产队里去查账 查账呢 因为我是副队长嘛 我要给他们 为他们服务 他们在办公桌上计算 打算盘 我来给他们倒水 做服务 没事的时候 因为冬天很冷嘛 我就躺在坑上 那是坑 那时候没有床 弄生产队长的 我就躺在坑上盖着背 在那里 反正在躺着吧 我没事 当时查账的是 四个人 一个人打算盘 一个人读书 两个人打算盘 还有一个人干啥 四个人查账 当时他们读了 四十三个数字 这四十三个数字 是啥数字呢 就是我们生产队 是四十三户 分高粱的数字 一口里几十斤高粱 人口多的几百斤 一口里几十斤 就读了这么四十三个数 我呢 五亿当中 我躺着没事 我就听见了 我就把它拾起来了 拾起来以后 他们读完最后一个数字 我接着告诉他们 几千几百几十几斤 马上就告诉他了 那个算盘大家知道 还有打五六秒以后 是吧 那个算盘还有 拖后的时间 他们 打完以后 一看自己的档案 和我做的 完全一样 他们都回过头去看我 他们心里想 老张什么时候 私底下都分完了呢 这一次吗 他们紧着了 我跟他们好几米远 我的落袋口的背墙 他们都在南墙根下 桌子还要高 我也看不出他们 再说 他们到底比我买呀 买好多 从这一次开始 这个数算 加得快就上升去了 就上升去了 那个时候您多大 十几岁 十九 十九 之后呢 您也没参加过 类似的比赛竞技 去 那个没有 就是说您身边没有 像您有这个能力的人 没有 没有 那您这个 传出去之后 要做表演 就得有训练吧 您要传出去之后 要做表演 就得有训练了吧 对 训练 也没早 训练 不是这样啊 您这样吧 您把您刚才 自己在嘴里嘟到的那个 给我们用慢速 可以 放出来 我们就大概知道 您是怎么算的 咱就按这数算吧 来 从这开始啊 咱用慢速度 来来来 我们黑板往前 这个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 可能能学到 来 来吧 您是怎么算的 你看 肯定看这两个数吧 这是9707 怎么算的 59加37是96 这篇叫起来是107 先加个味 再说一遍 这两个数吧 一看就是9707 等一下啊 嗯 这个答案 它一看是9707 对吧 它运算的过程 是什么样的 你再告诉大家一下 我一看 一看这前两位 是96 但是在看的同时 后边这两位也看到了 一看它过比 是吧 我比自己 一个同时看到 在后边这个数是一笔多了 所以直接说个 前面就加上个97 一看它就是9707 但是最简单的方法呢 我可以两位两位就算 你看看 加上这 加上这一号吧 64 1比0 72 0 62 72 74 73 71 4比68 这不一个4比68 68 各位说是不是68出来了 还有一个4比4 87 1比72 42 72 73 34 34 73 71 37 48 这这就出来了 等等 张老师 我突然想到一点 刚才您说的上两组数字 那样上下加起来 我有印象 小的时候老师 是的确有这样的交过 那是简便的算法 但是一长串数字 你你再慢一点 然后再再叠加一下 就是从上往下那样再加 这就太快了 听看 我把这一排加起来 我这一排这两位数加起来 107 6比0 6比7 4比7 4比6 8 你 我 听一下 老师我 我这一排 90 1比6 6比0 6比8 4比6 7 这怎么讲 不是 老师我再问一下 现在4位数 您是拆开了按2位数算 对吧 可以 对吧 对啊 那我现在想问的是 是不是2位数 您是拆开了按1位数算的呢 不不不不不 就是2位数单算了 进1位数 进1位就完了 对 是吧 等于是要从百位数开始运算 他把这个看成了一个单独数列 百位数算是它的 进制的 二进制的 第二位数 我相信这个电视机前 玩这个速算的朋友 应该懂老师用的是什么方式 对吧 可能老师有自己的土方法 您确实也没学过 没学过 确实没学过 老师这是第二项绝活 张老师的第三项绝活 是双手写字 是吧 对对对 行吧 这个 您这个 我们来我们这儿写字的人 其实也有过 挺多的 你这鞋是怎么个鞋 正凡鞋还是怎么鞋 两种 一是 只应左手写凡字 这个写凡字是个什么意思 就是我在这边写了 你从那边看 左手写凡字 还有呢 最像是两只手同时鞋 一个人的一个凡的 两手同时鞋 啥子都能鞋 但是在全国 应该说是在全国影响最大的 风靡全国的 就是独一无二的 国家专利的 不是您这还有专利啊 字还有专利 我那个手字 我是申请了三个国家专利 瘦字的专利 对对对 就是我那个头手的 像您这厉害 咱们看看吧 对呀 好不好 来 好 有请莫宝 来 张细文老师第三项绝活 是双手同书 即右手写正字 左手写凡字 那他独创的九九鸳鸯兽 又有何特别之处呢 让我们一探究竟 左手反字 您写我们这节目名称吧 了不起的你 左手写反字 反着写 得正着探 了不起的你五个字 对 啊 拿起来 放过来 你看就行的 在这儿呢吧 哎 了不起的女人 哎 有意思啊 反的 就是它是写的时候是 是这样 写的什么 对吧 来来来 那咱来一个双手的 左右开弓 一正一反的 好的 写个什么字呢 您看看 啊 瘦的影响比较 这边瘦不是还有专利吗 专利 瘦您是什么专利啊 它属于这个 这些专利 它属于外观设计专利 哦 对对对 外观设计专利 对对对 您这瘦子是 我申请了三个专利 一个是手连挂着 那个大的 嗯 还有一个 手字挂屏 就是 这个可以就标框 这叫挂屏 嗯 另外还有 我专门为杉子 申请了一个 为什么 扇子 扇子 我那包里还有一包吗 哦 扇子 扇子 中间写手字 两边是对了 在扇子上写的 哦 那您这瘦子 怎么就跟别人一样吗 嗯 不一样 不一样哈 也是左右同时开工写吗 对对对 我这个手字 有文章里头 哦 您先给我们写出来 我们再询文章 写出来我们再给您讲 好嘞好嘞 这是楼梁手 牵着手 这是楼梁脸 对着脸 哪里觉得高一点 我这边是楼梁脸 我这边是楼梁脸 好了 我们能给观众看一下 这瘦字的 是吧 还有一个是 这个张老师 你写第一笔的时候吧 我看还有口诀呀 什么口诀 这是老梁手牵着手 这是老梁怎么 什么什么 这是男的高一点 这是什么 我给大家讲一下吧 这是双手鞋 同时鞋的两个手 这是个正手 这是个反手 中国人讲究一样 正的手样 是想给夫妻的 岳父的 爷爷的 男的 他是在左边的 男左女佣 对 这是个反的 本书是女的在右边 这是一对夫妻的两个手 它有四个内容 这是老梁连对的连 胳膊一拐到中间 这是老梁手牵手 是吧 两对两手牵手 活到九十九 两对两手牵手 活到九十九 所以它的名字呢 就叫个 九九怨阳寿 哦 就是冤枉手 对对 这是一个手 它有一个名字呢 叫个双龙细珠手 双龙细珠 这是个龙鼻子 龙嘴 龙嘴 龙鼻子 龙嘴 龙嘴 合起来 双龙细珠手 这是第二个说法 第三个说法 大家看上半部分 是个人头 人隔膊 这一部分 这是不是个人的形象 对 这是个人的形象 好 大家在从这的红乎开始 往下看 一字看到的 是个长寿的长字 长字 长字 对对对 长寿的长字 那么一个人 一个长度 成了一个寿字 那不是人长寿吗 哦 父亲这个是人长寿 母亲那个也是 这是那个人 下面它也是个长 它是个饭的 女的书饮嘛 就是饭的 也是个人长寿 这么漏了 本身长寿 明白了 来来来 您回 请坐 请坐 这个张老师 给咱们表演了 他的三个绝活 你到了这个 说感受的时间了 谁先来 我先来吧 好 我觉得今天老师 给我留下印象太深了 我突然感觉到 人的潜力无限 我觉得老师可能 会不会在以后的生活里 还有更多的 绝技能挖掘出来呢 我希望那个 能更多地传给您的学生 传下去就发掘了 来 思诚的重点就在这儿 因为刚才我们一直反复地 问到您这个方法 因为这是一个很棒的东西 您记得是中文的笔画 我已经很久 不知道我的名字 是多少笔画了 可能只有在上学 学写字的时候 才会说 这个笔画是这么写的 而且很多我们在写字的时候 很多字我已经写错了笔画 您也看到了我们有错误 然后连笔连到那个笔画 是一笔两笔 我们已经分不清了 所以您这个东西非常 值得往下面传承和发展 我觉得对于孩子们来讲 所以您这个千万别吝啬 有的有可能 很大可能是您就是会了 但我不知道该怎么跟你说 我就是会 我们的意思就是 您给总结总结 对 您您试试 您一定有方法 有规律 一定有规律的 所以我特别希望哪一天 看到有一个成型的这个体系 然后让我们能真的融入到 您的这个智慧里面 就是我也问老师嘛 我听说好多诸诸会识 很多这个汉字的专家 汉字的专家 研究汉字的专家就说 有些字其实你要理解它的意思 蒙得出来的 对的 你猜得出来 那我在想 如果加上老师对这个笔画的 这种敏感 把这两个结合在一起 我们记得 因为汉字嘛 有形生字的部分很多嘛 形生字来表意的话 加上老师的那个 加上思思说的这个笔画的问题 这交给孩子 那我们的孩子掌握的那个汉字 会更多嘛 因为现在掌握的汉字是少 怎么让他们掌握的更多 更方便 因为确实写起来很麻烦 所以我倒觉得老师 您这个回去总结总结 真的给传传 我们更通探讨一下 我们探讨不了 您真的总结一下 我觉得这很厉害 那最后我们就是 祝您身体健康 然后有一天 如果您把您的这个 这一套对中国汉字笔画 拆解的方式 您能总结出个一二三来 而且祝书立书 对 我再来 好 好啊 我们欢迎您 谢谢 我们今天见识了一个 了不起的 不能说老汉 还是忠言呢 老汉 对对对 这个西洋最后 我们祝张老师身体健康 然后把您的这个 汉字拆解的绝活 能有一个传人传递一下 感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 收看了又一期的 云南卫视的 了不起的你 同时也要感谢 香丹青科研胶囊 与本节目的 特约赞助播出 下期节目再见 谢谢大家 再见